这个日本政府最近还发表了跟台海有关的 就是说共军攻台登陆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原本是估计一个月 但现在你看就是一周嘛 那在这个之后呢 也看到美军参谋联系会议主席布朗 在7月19号就立刻就发表 他说呢 如果真的跟中国大陆发生了武装冲突 他对于美军是有信心的 可是也看到大陆方面 这些海军呢 现有三航母的编队 还有他们的055大区的运用日间成熟 那么空军像是歼20 歼35 也陆续的投入服役的行列 可以看到是美国目前仍然保持 是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 这会不会反而造成 特别是在军事威吓上面的能力 大幅的下降呢 施东怎么看 战略模糊或者是战略清晰 一直是美国外交界在辩论的一个题目 特别是智库 像Bonnie Glaser 台湾人比较熟悉的这位学者 对 前一阵子他也对这样的一个题目 提出了他的一个说法 他的讲法我觉得值得参考 他就说如果模糊可以达到清晰 要的一个目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清晰呢 那这怎么讲呢 事实上战略模糊 他有几个一个效果 第一个呢 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嚇阻 或者宣誓的一个作用 他还是跟中共讲说 我们可能出兵 协助台湾或者是防卫台湾 虽然没有把他讲死 那这个就是战略清晰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这也会造成说 中共他在面临到说 是不是要发动对台 在武力统一的时候 他必须要考量几点 因为从中共的一个立场就是说 他必须要越快越好 最好他能在三天到一个礼拜之内 快速的 全面的 在没有外国介入的情况底下 就占领了整个台湾 至少是一些关键的一个据点 行政机关 基础设施等等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外国介入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美国的战略模糊 或战略清晰就是表示说 只要你一发动武力的话 那就有外国介入的一个可能 那同时呢 所以这也就是中共 事实上在思考武统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 是不是武统 我还是要强调说 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我们从中共 不管是二十大以来的一个论调 或之前习近平的一个谈话 我觉得和平统一还是主旋律 那武统跟和平统一是一个辩证性的存在 那无论如何 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国的一个战略模糊 大家都常常忽略的 它有一个效果是恶阻台独 那战略清晰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战略清晰反而会是会鼓励台独 另外呢 战略模糊会使得美国打台湾牌 更有弹性更有空间 因为很多东西你都讲死了 他要打台湾牌 他基本上就绑手绑脚 台湾牌目前为止 对美国而言 还是面对中国大陆 本小利多 甚至几乎不花什么诚忍 就搞得北京必须花很大的力气 来对应的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会持续地维持战略模糊 因为从政治上来讲 战略模糊比战略清晰可能收到更多的效果 可以看到最近也有军事网红 他们就发出了贴文 披露说解放军在福建泉州 新建了原火部队的营区 那其中一个营区的距离呢 是在金门县大概至距离大概15公里左右 解放军从2022年年底 才撤72防空旅 然后新编了原火第一旅 也就是31622部队以来呢 东部战区原火部队的数量 不断在增加 在沿海也兴建了这些营区 那这些部署背后的一个战略 是怎么分析 怎么看 对于未来的就是台湾这边的威胁 怎么样来分析 华智雄 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先整体来讲 这个是一个驱离事件 演变成政治事件 这个政治事件来讲的话 就人民之间的氛围非常不好 刚才赵老师特别讲 这个问题才是这件事情 真正的打火线 那么这个打火线 因为处理不好 变成可能引导成军事威胁的话 就麻烦 军事威胁我们看 美国五艘航母 全部聚集在西太平洋地区 国务院 白宫 国防部 三个高层的领导人都出来讲表态 可见这个事态有多严重 美方也重视了 对 第二部分讲到火箭军 火箭军的话 它原来是二炮部队 那么二炮部队把他升格为火箭军之后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特别讲到海警 海警就是他的武警 武装部队里面的一个支队之一 所以他的隶属 他不是在国务院 他隶属于军委会 换句话说是由习近平所领导 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 直接指导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那么变成海警还有海间 这几天海间船也到我们的 相关的海域来做一些监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针对性非常的强 所以我认为火箭军 升格起来这个炮兵在这个 东部战区在漳州全州地区来讲的话 除了针对性强之外 也是一种市警 也是对军事部所掀起来一个预警的作业 这个我觉得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 一般的行政调查都没有清楚的这个交代 避论了法律方面的这个调查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件 要停止的时间没有那么容易 同时如果因为时间上的控制不好 引爆成军事事件 那才是这件事情最严重 最让人民感到失望的地方 现在如果陷入一个僵局 而且用拖绝对不是一个办法 你要想办法有些实质作为 这次的事件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沈毅就分析说 大陆未来有可能会收回 整个下金水域的执法权 他用了收回这两个字 那前立委蔡任元 来画面中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他的研判是说 大陆执法三段论 接下来他认为可能会演变成 只有我就是大陆方面可以执法 你台湾不能够执法 最后演变成说 你如果执法的话 你赶进来就试试看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执法权是属于中国大陆 而不是台湾的 如果真的是朝这个方向来发展的话 受影响最深的 刚刚大家也提到了 一定是金门跟马祖 这些外藻地区的居民 可是平常金门跟马祖 跟大陆这边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在生活上面 尤其这个联动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如何务实地看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避免走到这一步 倩姐 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 他们真的需要很快地改变 他现在的做法 我们无论是在任何一个事件 就好像台湾今天讲到今天 马上二二八 那么广大新事件 任何一个事件真相都是第一 如果说真相 就像刚才那个球哥说的 没有把它完整地交代的话 你任何其他的 现在讨论什么补偿这些 我觉得都是原木求鱼 而且他甚至是在误导这个方向 他容易造成新的1450的 彼此的对抗 那么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地知道 中国大陆他可以单方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 M503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其实并不需要经过 台湾方的同意 他原来是善意的偏离的 那他现在只要回归 他原状的时候 台湾是没有什么其他的 可以抗议的场域 同时包括海域 和我们现在所有的 专属经济区中间的重叠的部分 过去都是一种默契 海峡中线是一种默契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国防军力报告还说 解放军的他们叫做 越驱演训 所以他们只要穿越 那个宫古拉或者是巴塞海峡 越过台湾到台湾东部 他们叫做越驱演训 可是在佩洛西之后 他们现在叫做战备警巡 现在在金马的地方叫做常态警巡 所以说他已经把它变成了 他正常的保卫他的领土 跟毗邻区的一种 领土 领海 毗邻区的 一种常态性的作为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是没有什么单方 可以去抗议 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军力 可以去对抗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是要回到桌上 用最高的善意并且要让对方 尤其是罹难的家属 和这两个刚刚回去的船员 他们在所有的对待上面 是能够感受到 还是两岸一家亲 同饮一江水 我引用的是金门的故事 金门引用的是山美水库 从近江传来的水 所以金门和福建的关系 马祖跟福建的关系 不是我们台湾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到 一个比较善意的状况 那中央 就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他们真的必须要改选一车 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条例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有想过 这一类的状况的 在那个第二条里面 有讲过各种不同的状况 中间两岸要如何 共同打击犯罪 包含如何司法互助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给予 大陆方司法的 这个参与调查的这个机会呢 那这个可能是最基本 第一个要做的 至少我们符合了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 那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以前是因为关系好 双方基于善意 包括503 包括ECFA都是 这个愿意让步 那现在最近也看到说 中共中央2024年 对台工作会议 最近在北京举行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在会中就表示说 要扩大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然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 遏制外部势力干涉等等 同时他提到了 要进一步掌握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从这次的事件 春光您看到 是不是已经看出了 大陆方面针对 刚刚所说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从哪些方面 你从他处理这个事件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 我们这边常常说 绿营说他们得寸进尺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往统一的方向走 以前本来就是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大家有个默契 现在你的就是我的 是不是 所以我刚刚一直讲 这个两岸的问题 你如果完全从法律面来解释的话 法律就是硬邦邦的东西 一帆两正眼 那政治它就是个艺术 政治就是个艺术 所以你如果 不用透过谈判 来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话 一切就是按照法律来的话 那中间的重点性太多了 我们举个例子讲 你说按照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大陆地区应该是属于 中华民国之内的 对不对 那大陆发生的事情 理论上就法律上讲 你要去管 你管得到吗 对不对 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个内政的问题 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定义来的话 他的飞机飞到台北上空来 这是他领空变成 我的内政问题 他不是这样搞 不是这样做 所以他这个政治的问题 还有 如果刚才像华学生这样讲 你把政治问题再演变 再升高为 这个军事充足的话 那更没完没了了 金门你守得住吗 我们平良心说 所以这几年来金门 他本来从一个战地 慢慢从1979年 这个告谈同胞书 当时中共国防部长徐向前 就宣布就不再抛弃金门以后 金门马祖其实慢慢慢慢 我到金门最近去 其实我去去观光 我就玩了 只是要小心一点 很多未炮弹 要小心他告诉你们 随时坐飞机就去了 对 这很好的地方 你现在回复到尖门 马祖被这个战地情何以看 你守得住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最近赖清德在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 就是Gallagher他们的访问团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大概方针 他表示说会依据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四个原则来处理两岸关系 同时也会强化国防 国安力量 传达台湾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 好 这四个原则听起来对比蔡英文总统 路线上面感觉没什么改变 但现在是如此 可是未来在520 当赖清德真正大权在握的时候 这个原则有可能出现调整吗 倩姐你觉得 赖清德今天是还是国家副领导人 他有足够的能力出来做任何的表述 但这件事情他没有表述 听不到声音 没有听到 蔡英文没有表述 他们难道不知道 今天当大陆的海巡船只 海警船只登检的时候 他就在行驶管辖权了吗 当他开始行驶管辖权 就是打破了原来治权互不否认的 那个基本的原则 那条线被没收了 那今天如果我们用一个 完全台湾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么请问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不要出来讲话 起码表达立场 他一定要表达立场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表达立场 因为他们知道姿势体大 这件事情就像一个窗纸一样 当你把它戳破了以后 就永远回不到一个相对的 赖清德的第一个原则 和平 今天你要怎么样去保持 跟维护一个得来不易 70多年 至少从823派澳战 到现在65年的和平 你要如何来保持 是要有非常多的平衡 而在一个这么明确的一个 金门事件上面 我们有过去的机制 甚至我们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条例 中间对于两岸的司法互助 互相调查的这种明确的表达的那些 条例的时候 这些通通不做 舍此而不为 而要去妄想未来可以由赖清德上任之后 维持和平 我觉得是原木求鱼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而且我想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赖清德或是蔡英文 连他们现在的海洋事务部门的负责人 管碧玲 没有一个人 做出正面的表述 也没有一个人对于中国大陆 做出一种有人性的回应 我觉得有人性也是很重要 没有一个做出的有人性的回应 他们的态度当然就是 我绝对不承认错误 没有错 再是他们的底线 那这条底线 就在广大新事件的时候 你看我们对菲律宾如此的愤怒 就是他们原来不肯承认 我们要求他要逞凶 他们说我们要调查 可是毕竟菲律宾 他第一时间把资讯 把录影带 把船扣了 人也取得了他们的口供 最后也判他们有罪了 虽然时间来得很长 但是我们的第一的要求 一定是逞凶 那逞凶之前就是调查真相 那我相信中国大陆 现在对台湾 最基本的这些要求呢 都还没有做到很危险 这个标准其实应该是要一致的 这个标准已经够低了 而且在这段时间也看到说 解放军电子侦察舰 最近又出现在苏澳的外海 而且还一度闯入24里的这个临街区 那也遭到了我方海军派船舰驱离 中国大陆现役的这个电针 还有声纳探测船 包括了815 815A 927等型 这些船舰是拥有强大的电子 跟水下的探测能力 那美方呢先前因为他们为了避免爱国者飞弹的参数 被这些电子侦察舰给接收到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 在台湾试射爱国者三型飞弹 在前一阵子你也看到的新闻 就是特别还拉到了台湾以外的地区 去做试射飞弹的动作 那美方当然这个太怕说要泄露这些参数 我想请教华球兄是根据你的了解 是这些侦察舰他们的能力 为什么会让美方这么的顾虑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 强大的一些能力 科技参数是中共 一直在遂行的三道力量 就是反制 模仿 经济 他必须要做这三道力量 他的科技的这方面的这个 军事的这个武器的力量 他有办法经济 但是一直很难遂院 那么最近到我们苏澳外海的话 来收集情资 苏澳外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雷达侦搜寸站的一个处手 那收集什么情资呢 收集水文 收集声文 收集我们岸上的相关的 这个飞弹的这个部署 比如说他在飞弹苏澳这地区 他发现到一个飞弹的部署的话 他从这个地方就他的地形 地貌 以及他的武器的这个能量 他就可以研判出 他部署了多少人 他的这个武器的指向 他的任务的目标 这些之后再去演算 再去推演 那么就可以大方面的了解到 台湾整个海岸线的这个飞弹的部署 所以科技的这个参数的这个收集 不是大量的问题而已 而是收集到一个 有用的这个科技之后 他就可以衍生另外的一个 情报资讯的这个来源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去模仿 他就有反制的能力 他就有精进的这个力量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美国那么害怕很多高科技的武器 卖给其他国家都非常非常担心 中共会去确取相关的情支 主要的原因就在怕他仿制 模仿跟禁忌的删到的这个力量 OK 两岸之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想办法要降温 而要降温的唯一关键就是 尤其是台湾方面要如何拿出政治智慧 解放军呢 共激又如往常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在统计方面呢 1月15号到1月20号呢 累计已经有接近70架次的出动 那么在前两天呢 更是一度越过了海峡中线 逼近到俄罗比大约57海里的地方 如果对照在上面这一行 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最近在党刊《求是》杂志当中 他指出说统一战线呢 是党克敌制胜 执政新国的重要法宝 那么在选后啊 金文兄请教你啊 1月份现在看到20号才20天 70架次的高密度的这个战机扰台啊 你觉得2024共居在台海战略上 跟战术上的最大特征 您如何解析 那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 其实当时 当时对大陆来讲 这是意料中 但又很不愿意见到的 但我必须说 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的相关的反应来讲 那我认为相对比较低调 尤其在这个军事和安全这个部分 也因此之前大家访见常说 哇 这个是两岸战与核的一支选择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 那至少中国大陆在军这个 安全这个部分对台 其实他没有特别的施压 尤其我们过去常看到 他喜欢对台实施所谓针对性的 不管是军演 战备警巡 还是这种异常的基建的活动 故意增加 或者针对外军的基建 在相关活动进行反制 但我们发现这整个一月份 相关的情势我认为比较低调的 这就是显示至少在短期内 我认为在军这个部分 那不是这个中国大陆对台一个主轴 相对我比较感到忧虑的 可能是军以外 像两岸的经贸 尤其EGFA这种对台 这种壁垒的调查 第二阶段 那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 或怎么样政策出台 我认为这是台湾各界 目前高度关注的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军可能还是维持过去 这个几年 特别是这一年半以来 那中国大陆在台海周边的 这个基建筒活动会根据 第一个特殊状况 是不是有发生 比如说美国是不是有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或军事人物来台 或者美国某种特别的军售 对台实施 我认为它会针对性的 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 有针对性的一个军事活动 那另外就是 就是台湾和美国在整个 在互动这个部分 是不是又踩到它的红线 它必须要借由军这个态势 来展现它的态度 我认为除此之外 它还是会维持以往 所谓常态性的在台海周边活动 那有的是配合它 各自军演的需要 有的会是顺着它年度的 大型军演的需要 来进行弹性的台海周边 激进活动的一个调整 这应该是未来一个主筹 军事方面以外 就是说经济现在比较需要关注 等一下我会特别来聊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看到 台北论坛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是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琪 他最近就出书 他分析了两岸关系 目前有斗 拖跟合这三个选项 而且他还研拟出提出了九套剧本 他认为上策就是合 中策是拖 最下策就是斗 他也强调台湾的出路就是要两岸政治对话 而台湾要从这方面来努力 而且要主动的出击 不过算说中策是拖 苏琪认为拖也拖不过四到五年的时间 不是听起来蛮严重的 春宫是两岸专家 怎么看苏琪的这个三个选项跟九套剧本 苏琪是老朋友了 我觉得当时如果马总统那个时候 应该是偏向于和 因为他要和解的制度化 那就是和 那蔡英文总统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基本上是拖了 未来的我的判断只有斗 但我比较强调 不管你是和也好 斗也好 拖也好 不是说你说的就 你要这样之后就这样做 你要和对岸要不要和 你要拖对岸要不要拖 对不对 那斗的话 那当然要看怎么斗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 美国是很关键 美国这个也是个关键 美国也是个关键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那么我同意他的说法 拖是拖不了多久 但能够拖多久呢 当然我没有看他 还没看他根本书了 也没有听他这个演讲 我不知道了 那大家都知道 要拖大陆方面 他会让你一直拖下去吗 因为习近平已经讲过 两岸问题久拖不绝的话 也是他动物的一个条件 而且他内部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 对 久拖不绝也是个他动物的一个条件 那目前看起来了 目前看起来 那才这个赖兴德 他在竞选 选战的过程当中 他讲了一些话 那么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都是要斗的味道 因为他也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 没有合这条路了 那你要拖的话 我刚才特别强调 你看对岸会不会让你拖 对不对 那另外你像台湾 你有没有拖的条件 我记得您曾经提过说 五二零的就职演说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在五二零之前 您觉得应该有所回应吗 我一下判断 那现在就 我觉得赖兴德跟蔡英文 有点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赖兴德他一切都要看美国 一切都看美国 那你现在最近这段期间 你可以了解到这一次 选举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大事 像刚才金文讲的 没有军事上个人都没有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中美在这方面 做了危机管控 你可以看到 事前刘建超 大陆方面去美国 见了布林肯 还见了美国国安的官员 同时 你看在第一时间里面 拜登一呼寻常 就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 然后紧接着Standberg 还有这些美国的官员 前政府的官员 那么到台北来 那这些都是做好选前跟选后的 整个的一个危机管控 其实我对520 表示是我 我的了解大陆方面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 没有太大的期待 因为大陆上 现在已经把你定性了 就双读 所以谁当选都一样 双读了 很多人讲 除非赖金都做180度的大转弯 除非是这样 除非上 但是他能够转弯到 接受九二共识吗 我是怀疑的 而且刚刚您说 美方不刺激 中方有克制 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现在台海 目前来说算稳定 可是选后也看到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贸政策 刚刚经文也提到 是军事方面以外要关注的 其实是接下来经贸的发展 就是经济上会如何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就透露说 相关部门 在选情方面也提过了 相关部门正在依据 ECFA的条款 以及政策法规 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 ECFA早收清单当中 包括农鱼 还有机械 汽车鳞配件 纺织 这些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 不过 陈兵华也说 大陆将会继续的致力 那么推动 这个促进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来完善增进台湾 同胞福祉的制度跟政策 所以接下来就看台湾这边 包括现在马上要卸任的 蔡英文总统 还有即将要接班的 赖清德如何回应 上志哥怎么看 我想现在是这样子了 在520之前 因为有两个重要时间点 不是从台湾的角度 我其实就像初中讲 我根本不care 520赖清德说什么 要知道 中国大陆对台的定调 基本上都是前一年的 11月12月 会有个说法 中央的对台工作小组 接下来就是农历过年 再来的话就两会 农历过年之后就两位 人大政协 所以都在人大政协 两会之前 把未来一年对台的部分 全部都定调了 都是照着这个做 而且以所谓定调 我举个例子 这个定调也不是说 定完调才开始做 没有 定调前该做什么 就已经做了 我举个 主要像比如去年 马来就去的 去那个生生不息 湖南长沙台那个东西 就是在整理两岸的 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 这个东西就是前年11月 生化融合定调之后 12月1月初 国台办就找湖南台来做了 1月就发动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3月就做出来了 所以他不会等 所以我说接下来 是同样拉到ECFA这件事情 我认为ECFA接下来520之前 不只是ECFA该断就断 都知道石斑鱼最近又停了 对啊 先前说开了一下又停了 默默的又停了 又重新reset 也就是在520之前 他不会等赖清德 什么讲什么东西 早在520之前 我个人认为两会前后 大概就把未来中国大陆 在对待赖清德执政的 所有的态度 从军事 政治 经济 巴拉巴拉全部都会就定位了 他不会东看西看 中国大陆在去年 我两包中 我自己去北京都很清楚知道 去年7月6月之前 中国已经准备的everything 一切都是赖清德执政 是 蓝白河这些东西 呦 是个惊奇 但是不太相信 但是今年是这样子 还是有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今年因为 确实出现了小草运动这件事情 就我个人接触了解是 也就是说对总的赖清德执政 没有影响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 北京第一次 不是透过国民党的政党 不是透过蓝媒 不是透过台商 直接看到听到台湾基层 尤其是年轻人方面的很多的态度 包括对两岸的态度跟期许 这个东西是我大概这个礼拜 听到跟询问各方面最多的 所以这里头我认为是 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 大架构 法断该断的也该弄的 那么但是要知道 事实上两岸当中 敏台的深化融合 这在深化融合 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这个我认为这是 会继续加强 那这个东西如何体现 跟基层的对话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做的 怎么做 小抖音吗 小红书吗 还有任何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 应该今年唯一全新的东西 听起来就是 未来就是即便是说2024 得多靠民间了 OK那大陆在这个 就是为台湾这边的经贸 就是在怎么样来决定的同时 其实大陆的内部经济 当然也存在一些隐忧 BBC就报道说 1月17号 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 他们公布了 2023年的经济数据 虽然说这个2023的GDP 同比增长 就是GDP呢 它的数字是5.2% 那成功的保五 但是在人口增长的部分 那其实跟台湾 或者说亚洲国家 差不多都生不如死 这人口净减少了208万人 他们的出生率呢 从2019年的千分之十 掉到2023就有千分之6.39 另外在失业率部分呢 不包含再校生的失业率 是到了14.9% 另外在房地产的部分 2023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滑9.6% 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 2023中国大陆经济因为人口下滑 还有包括青年的失业率攀升 房地产爆雷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过2024年呢 邱老师怎么看 在今年影响中拉入经济 特别今年也要看 他们的GDP又要保住多少 您觉得影响的关键因素会是什么呢 我想刚刚提到的那个 比如说像生不如死 青年失业 房地产 地方债这些问题 那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要看2024年的话 那看的应该不是这些结构性问题 因为结构性问题是对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我认为说2024年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会在数字 反映在数字上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就是说会要再回到5%以上 大概比较有挑战 为什么 因为去年最主要中国大陆 它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一环 那它也跟台湾一样 受到这个终端需求疲弱的影响 所以说它出口表现不好 那另外的话 它之所以会在去年 就是不如很多预测机构年初的预期是 它没有看到没有想象到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期 它造就一批新品 新的这种贫穷的人口 而且它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减少 等于说有钱人不太受到影响 但是中产阶级很多就变成这个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所以说我们看到去年 其实中国大陆比如说像这个放长假的时候 那个游客的人数还是并没有减少 但是整个消费力道下来了 所以你看外需表现也有问题 内需有问题 所以去年其实5.2%是很不错的 前澳洲总理 现任澳洲驻美大使陆克文 6号他在檀香山的一场演讲当中 他就做出了一个预测 他说这个月即将要年满71岁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希望实现和台湾的最终统一的话 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 也就是在习近平80岁以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 我们都知道陆克文其实呢 他曾经担任过澳洲的外长 而且呢很多人也认为他是中国通 因为他主修中国历史与文学 后来做到了澳洲的总理 然后呢在卸下了总理之后呢 又担任了现在澳洲的驻美大使 他进一步研判说 中国大陆是不是可能会采取行动 取决于呢 中方对美方威慈力量的看法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提醒 他说如果忽视日益清晰的中国军事讯号 那将会是愚蠢的 而吴杜友在这个时候也听到了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Harris 他最近在日本东京接受日经新闻的访问时 他说战略模糊已经有过他的年代 现在是时候转为战略清晰了 先问一下施董 请教美国所谓的战略清晰 它有可能清晰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只要拜登继续执政的话 他不会很明确的在战略清晰上面表态 虽然说他曾经有几次讲话 最近他又有讲话 但是他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说 如果台海有事一定会出兵台湾 他甚至说他强调说他不会用deployment 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这之前他有四次类似的讲话 可是四次之后 白宫发言人或者是国务院发言人 都还会回过头来纠正说 我们对中德政策没有改变 那他前四次的讲话第一次明显是讲错 因为他把台湾误以为是NATO的其中议员 所以他讲错了以为台湾是南海 后来三次事实上他都是在群众场合 或者是在媒体专访的时候被动的回应 最近就是在西点军校 还有就是接受媒体 对也是一样 也是都是一个被动的回应 不是主动的宣誓 好你可以说拜登呢 他跟他的幕僚是两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唱双簧 好就算是唱双簧 这也表示说基本上美国还是采取一个战略模糊 战略清晰基本上会有几个问题 首先它会增加战争的风险 你会让中国大陆误判 同时你会让支持台独者 误以为说美国会支持台独 然后同时当很多军事上的目的 战略上的目的 你用战略模糊就可以达到的 你为什么要在增加战争的风险底下 采取战略清晰的说法 所以呢我觉得那个Harris 事实上Harris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美国政界的主流意见 那路可文最近又提出这个十年之内的这个说法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 520赖清德就职演讲之后 国台办当天有两份声明 之后人民日报有一些评论 然后网易被动的也回应了媒体的一个访问 也讲了一些话 从这些讲话以及中国大陆 包括军事演习 军方的说法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们的态度很清楚 赖清德你就讲你的 你就做你的 但是我们这边的主着很清楚 我们还是按部就班 他的主着是什么 就是和平统一嘛 你看国台办还是要回过头来 国台办在520演讲之后的第一份新闻稿 最后一段的那几句话 那个才是定调 和平发展和和平统一 在这样的一个主旋律底下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说 有什么所谓的武统时间表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方面 中国大陆上上下下是很清楚 军事演习散发出的一个讯号 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讯号不是 重点不是在说 我可以打 我会打 重点是说 你美国不要挑衅 发动战争 所以在这样一个讯号底下 我觉得就是说和平统一就是主族 我们听过前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曾经说 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给您看 他曾经的说法 他上任之后就要修改第一级的定义 这第一级的定义 在邱国正的看法当中是说 只要解放军的航空气 或海航的实体逾越界限 就视为是第一级 但现在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顾立雄 他最近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他强调我们没有第一级 只有共军对我们发动第一级 而他说我们只有的是什么 自卫权的行使 顾立雄强调 基本上任何飞航实体 未经许可进入我方 十二海里的领空或领海 那么我方就会符合比例的自卫反击 他的说法是 国防部会按照威胁程度和比例性 来行使自卫权力 不过这个范围就比较模糊 这个威胁程度你要去怎么认定 所以我请教庄老师 顾立雄跟前任的邱国正 他们在说法上面的不同之处 您怎么看 是的 智慧这两个字再简单也不过 一般人即便国小 许生也知道是自我防卫 所谓的self-defense 但是因为太简单了 导致于你要任何的权势都可以 那当然如果你要援引 比赴日本智慧队 那当然就各额不说不通 因为在1947年 日本在成为二战战败国之后 在驻日本军总部的引导下 设立了新宪法 叫做日本国宪法 取代原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里面的第九条 白紫黑字就写着 日本放弃以军事手段 解决跟外国纷争的权利 所以他们的军队叫自卫队 那我们的陆海公三军 他们叫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 还有航空自卫队 我们叫军人 他们叫自卫官 那也不能发展 具有攻击性的战略武器 像核潜艇 航空母舰 还有这个长城轰炸机 以及中期战道导弹等等 不过日本也是挖空心思 在装斗中 比如说把原本的直升机母舰 加二号 出雲号 改装成航空母舰 如果说你要把日本智慧队概念 来灌到国民头上 当然是说不通了 不过如果你把它解释成自我防卫 在某些地方是说得通的 因为侵略发动军事行为 总是一个负面的动作 会引起国际社会谴责 所以即便在中国跟边境国家 像1950年代跟印度的边境冲突 也叫做对应边境智慧反击战 那1980年代 中国大陆政权跟越南 也产生过军事冲突 两次 也都叫做对越智慧反击战 所以他们也是讲智慧 不过这个智慧 其实在强调是一种被动的关系 就是我不会是第一个出手的 对 所以连美国911事件之后 也是说为了智慧 阿富汗战争也是智慧 那波斯湾战争也是智慧 因为是这个伊拉克先动手 所以智慧这个名词很容易解释 没有国家会自己认为是一些侵略 那您怎么看最近这个 新任国防部长顾利雄 他的一些起手势 比如说这个把原先的刺枪术 这个操练都取消了 另外像是这个主观管 不能同时休假 这个也取消了 这个这是轰动武林 惊动万教 我们新的顾部长的起手势 就是引起很多讨论 那基本上三十来年前 我当面的时候教官就讲过了 刺枪术的实战意义很有限 但是在维持团队纪律 还有部队士气是有重要意义 所以还是要继续练 那当然网络上有留言 谣言说顾利雄没当过兵 但我特别帮他澄清 我刚刚上节目前特别上网顾一下 他有当过兵是 大我十一起的预备军官 三十起的 所以应该不至于是个军盲 所以 这个要特别注意 他讲的是废除传统刺枪术 所以说也留下伏笔 会不会以后有什么实战格斗术 或是什么 还有什么战场刺枪术之类 可以拿来套用 就不知道 这两天听到的是 比较强调的是近距离的搏击 格斗这些战技 就是传统的刺枪术 因为他话没有讲实 那当然这只是起手势 会不会有补充说明 像刚刚讲的战场格斗术 实战格斗术 我们拭目以待 台海的紧张局势 确实对于台湾这边来说 官兵弟兄的负担是非常之大 可以想象的 解放军在两天的环台军演之后 现在马上还有另外一场军演 就是美日两国的军演 而且这个名称叫做勇敢之盾 对付联合力舰 你推出联合力舰2024A 我就来一个勇敢之盾 这紧接着在六月就要登场了 来看这个勇敢之盾 这个军演它的地点是涵盖了菲律宾 夏威夷 关岛 还有日本各地的自卫队设施 参与的美日两国陆海空三军 还加上陆战队 人数大约是一万人 在这场军演之后 还要接着的 包括像是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在6月26号也会在夏威夷群岛 还有周边的海域登场 到时候还会再加入像是菲律宾 总共有29个国家参加 好 现在大家就是军演来军演去 这个 这次看到了 大陆方面特别两天的环台军演 包围台湾 比较像是一个 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的 叫围点打圆 那美日这场勇敢之盾 就是你出利剑 我就来个盾 那他们这次的演练重点是什么呢 大使 你怎么观察 演练重点就是把美国跟日本 在日本的岛屿的防卫政策 就是说基本上在加强 因为过去一年 一两年来讲的话 日本承受了两方面的军事压力 一方面是俄罗斯 俄罗斯事实上的话 最近在北 如果说所谓南前岛军岛的 这个立场上也强硬 一直要在设置雷达观测战 那另外方面 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很多 很多很多方面 虽然没有说明显的冲突 那么日本在这个钓鱼群 钓鱼台群岛 事实上日本也没有 也没有采取这种 这种怎么讲的 一种强势的跟中国对抗的姿态 要知道现在钓鱼台的情势 基本上是中国大陆是常态 常态在巡逻 驱赶日本的全资 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多天 中国海警团是在护卫中国的领土 在这个调 日本都没有做 日本就是说 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没有证明 可是问题就变成 日本的很多 这些军事上作为 指向性蛮强的 那所以说就是说 日本的感受是双方两边都受了很大的军事的威胁 那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政策也改了 那我们就说大局来讲 美国是第一岛链 希望日本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那这是一个慢慢在转移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一次的演习过去他是以官岛为中心的 那这一次等于说遗孙旧教 把他一些很多重要的这个演习都移到日本 那过去这个是美国从2006开始就很大的一个演习 他都有上万人 他是陆海空跟陆战队都 那这一次把日本 可以说日本的很多军事机都囊括进来了 那么这个中间甚至有在这个 日本境外的这个硫磺岛 小立元群岛硫磺岛 这个所谓的一个机场 修补的一个演练科目 还有就是说日本这个 这个甚至这个 这个东北地区的 几个几个几个军事机空军的基地 还有这个 路尔岛的空军基地 也都纳入这一次的演习科目 有项目要在这些地方来执行 那概念上是这种扩大反包围的这种战略吗 还是 感觉是像就是说日美联合来对日本诸岛进行什么 一个 一个一个演习 那就是说 你可以说它是防御性的 也可以说它是针对性的 那攻击的层面看起来并不多 那防疫的时候他们一直讲假想敌就是中国 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是这个神盾 这个好 这个演习第一次 对 勇敢之盾 有一点 移尊救教过去是在关藻地区为主 那所以它现在移到日本 我想对日本来讲 就美国来讲 等于说对日本的一种怎么样 协力强化日本防卫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紫色性很强 那这个就变成参与的军力也很大 那是第一次 对 所以某种程度也是让日本稍微放心一点 对 除了这个办军演 当然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安全会议 就是五角大厦正式在5月24号宣布了 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下个礼拜会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会晤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 不过这两天如果您有看新闻的话 也知道说 奥斯汀目前因为健康因素 他在助力院治疗中 他现在的职务是由副部长Hicks 来暂时代理 那对照呢 2023年中美两国的防长是同框 握手没有会谈 这次在行前就先敲定了会会谈 就代表说美中之间的军事护栏 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吗 OK 那施东您怎么看 虽然我们说美中双方 在之前已经恢复了对话 但是其实坦白说 互信基础仍然是相当薄弱的 那所以在大选之前 美方一定是不希望看到 包括台海还有南海这边再生事端 或是有任何的变数 如何透过这次的防长见面 发挥护栏的作用 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机制跟场合 的确非常重要 刚才蔡老师也有提到说 他昨天在他的安排底下 就是日本的前统和幕僚长 四星上将在丹江大学做了一个演讲 那这演讲我有去听 在他演讲里面也就提到说 在他还是空军的时候 对于这个共击的Scrumble 还有那个日军自卫队空军的一个因应呢 他们也在香格里拉也提到 为什么香格里拉重要 因为它是制度性沟通的一环 所谓的制度性就是说 它不是针对单一事件的 它也不是一个一次性的 它是一个常态延续性的 但是我要讲说 在香格里拉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之前 两国互然的一个作用 事实上早就发生了 否则这一次中共的一个军援 不会只是这个样子 然后台美方面的反应 也不会只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在香格里拉之前 其实两国军方 他们的那个Field Officer 或者是战区的将领的 之间的沟通已经建立了 然后在所谓的旧金山院级 也就是拜登跟习近平谈话之后 两人也已经很肯定的宣誓说 要恢复两国军方 或者是国防部的一个全面性对话 所以在这之后 那是去年11月的事情 结果今年1月10号 在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当主人 连续有两天的会议 接待中国的军方的一个高层 所以事实上 从他们两个人讲话之后 所有的一个制度性的 一个协商就在进行 为什么那个1月10号 今年年初1月10号 在五角大厦那一次的 谈话那么重要呢 因为那个是 双方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 那个也是一个经常性举行的 后来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断 所以制度性的一个回复 事实上已经证明说 忽然的一个作用 沟通这一方面 事实上双方面早就心知肚明 你要做什么 然后我会如何回应 但是相隔离达 它绝对有一个政治性的意义 就是等于是告诉世界说 好拜登跟习近平 两个人的一个讲话 两个人的一个承诺 我们真的是尽全力把它完成了 OK 其实这次日本 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解放军举行了 环台军演之后 那么也积极在戒备中 当然这个日本官房长官 林芳成他说呢 日本方面已经向北京 直接且明确地表达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独卖新闻也报导说呢 自卫队在宇纳国岛 还有石原岛的驻屯基地 架起了爱国者三型的防空飞弹 升起发射架朝向天空 我想请教蔡老师的是说 因为日本当然一定是 跟着美国的脚步 OK 就是说它在跟着美国脚步 同时也必须要评估 这符不符合 这个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 不要伤到这个安全利益 还有特别我想请教的是 云纳国岛跟宫谷海峡 这些战略要地 未来如果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它的重要性在哪 我们看一看日本自卫队的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自卫队的想法 会把我们的地图 往左边转90度 转90度等于是日本台湾 把中国锁在太平洋里面 他们是这种想法 那这种想法的话 我们刚刚要给各位听众 或是各位观众所说的 中国的一些军援的话 事实上对日本的是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他们就是过去 我答断你好 90度这样转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地图是这样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一转等于是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像一个盖子把中国盖住的 有点像是个包围的盖 对 把它盖住 因为台海这边 你看那个海是比较浅的 所以中国的浅舰 在这边走的话 他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进入到太平洋之后 你就看不到 就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 所以只要一进去 它可以到全世界去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云纳国岛跟宫谷岛 它的一个要点 因为只要一过了这边 就进去到里面去 那么再看一下这次的军援 当然刚刚大使有说的 好像把他移到日方去 我还是要强调一个概念 这是日本他再度起来的 一个很大的机会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军援 因为5月10日的时候 他们正式国会通过 日本的所谓的防卫省的总部 在四股会设立一个叫做 统合作战司令部 也就是统合作战司令官 四星 夏威夷可能应该会派人过去 四星对四星 所以整个亚洲的作战 也就是说移到最前线里面来 因为现在是夏威夷 统合美军的作战 那一移过去的话 日本跟美国 我们会看到这个 为什么日方的角色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因为它反正两个是 叫他们叫一体化 那一体化日本就从盾变成卯了 那盾变成卯的话 就反手为攻了吗 对 他就反手为攻 他们就叫反击能力 过去这个他们都不敢说 不敢做了 反击能力等于是 它的飞弹可以射到 一千公里 两千公里 等于是到北京 到内陆 都可以的 以前都是不敢 这个因为中国有军援 他们就有 然后他们这个礼拜来 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我们知道大陆它有一个概念 就是三步骤2020年机械化 2035年近代化 2049年世界一流的一个军队 但是我们在举 这次我终于弄拢了 没有想到他们日本的自卫队 是每一个人都一把枪 一进去都有 那跟我们国军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为什么会跟这个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一个概念 人要跟武器是一体化的 虽然说你到2035年 你是近代化 但是你没有办法一体化 没有办法一体化的话 你的战力还是有局限的 所以他们的认知 他们应该是不会打 应该是打不赢 这就是您提到说 也是因为目前的局势 使得日本有了这个 难得一见的机遇 对 特别在国防安全上面 它能够提升 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过去的历史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们就都不敢做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日本国民一直不是说 很能够接受自卫队 会再度变得一个强化 国民不接受的话 他们就不敢太大的强化 可是他们现在国民接受了 只要我们国民接受 你就可以预算下去 军备下去 全部都下去 军员他们远都接受了 接受他们角色就加强了 当然有一个问题是 日本决定要出动之前 他一定有个前提 也就是说 日本一定是被攻击的情况之下 才会出动不是吗 这个的话他们就是用一套解套 就是习武器的概念 就好像去年的12月的时候 他已经所谓的爱国者飞弹 因为日本爱国者飞弹 他们可以生产 但是这个制造是来自于美国 那美国在日本生产 去年通过可以返卖给美国 美国再脱手到别的地方去 这美国卖的不是我们卖的 可能要再补充一点 为什么呢 除了他刚刚所谓统合作战司令部 这个真的是很吓死人的一件事情 那是实战的一个司令官 四星 因为昨天请来的那一个是 现在的 然后他再设一个 那为什么发生就是 他们现在正在要跟英国 意大利 那等于是说美国 选与之下 他再把英国 意大利再加进来 开发第六代战机 OK 那第六代战机就是他可以卖的 我想听起来这个态势 但是不要希望往这种紧张的方向去发展 国军汉光39号演习 这个士兵演习在月底要即将登场 到时候包括连这个管制 就是连机场 中正机场就是桃园机场都会有管制 好 那在真正的演习之前呢 国军第四作战区在7月3号跟4号 他们先是在屏洞的仿山乡 举行了天马 也就是脱式飞弹 还有包括神功 刺针飞弹的相关操演 那么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呢 这个雷霆操演呢 也陆续的在屏东这些地点来举行 我先请教夏伟兄的是说 因为看到在汉光演习正式登场之前 包括讲说脱式刺针飞弹 雷霆2000这些多管火箭等武器 当然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国军在防御上的高能力 不过你怎么看这些武器 未来在真正的防御上面 如何搭配战术 而能够有实际的发挥 像这一系列的 不管你今天看到的天马 神功这一类 它都不能算是演习 因为他们国防部都是用 exercise这个演习来看 但其实我个人来看 它的这些过程都是所谓的drill 也就是操演 那这些操演 跟后面的汉光演习的这个关系 或甚至于说台湾 台澎防卫作战这个关系上面来讲 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你今天 其实如果你光从操演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这些部队根本不能打仗 为什么 你今天敌军的攻击区会好端端的开到海岸边 然后让你这些配备托式飞弹 或者说这些具备复仇者等等 豪真以挟的让你做好准备 进到瞄准区 进到瞄准区 而且根本就是一个sitting dark 一个靶在那边根本不会动 它其实完全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操演 它的目的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它说这是让我们他们 所有新进部队刚完训的这些人员 能够有一个实弹射击的经验跟机会 其实说真的 实弹射击的经验跟机会很重要 为什么呢 你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有限时间 甚至于压力很大的一个环境下 能够完成你的这样一个射击解算 并且把飞弹发射出去 因为这样你才有可能集中敌人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说真的 的确是你说真正这个临阵的时候 才来这个临阵磨枪不亮眼光 其实我说进不亮也不会光 所以它这些操演 其实这些东西它未来最主要就是说 它今天这个操演 只拿出来给民众看 然后给媒体看 让媒体可以拍的 但实际上真正你如果说在实战的状况下 要如何能够发挥它的效益 很重要就是第一 提高它的生存性 也就是说你这些部队在隐蔽 跟移动的过程 千万不能被对方的无人机 或对方的那个侦测系统看到 你要如何能够 让你的部队在战场上 在那个进入战斗前 都要能够获得最大的这样一个 生存性跟保存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二就是你在跟对方接战的时候 如何能够快速的进入接战 而且接战后快速的离开接战点 然后进入一个疏散的一个路线 然后能够离开现地 这些都是在你 不管你是天马或神空操演商都看不到的 这些其实才是真正的 国军如果万一面对大陆在进行 那个海空三际联合突袭的时候 如何能够保存实力 然后有效尖敌 而且尖敌后继续保存实力 对我们来说 这其实才是重要一个部分 当然像比如说后面这些雷霆 这个多管火箭等等 它都属于一个 GIL也都属于一个操演性的 也就是证明 今天我们这些武器装备配备等等 在未来的作战中 它是可以用的 但是可以用并不代表 在现在的战场上它能够存活 我还是回来讲最重要一件事情 如何能够在战场上survive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台湾 在对抗对方攻击前 能够survive先存活 能够保存战力 才有可能发挥战场效益 保存战力真的是重点 不过这一次的话 就像您刚刚说DRILL 就是它是一个操演 它是一个让官兵能够有实战射击的机会 就至少比这个从来都没演练过 没没过 不过我们想说国军他们配备这个托式 还有刺针飞弹已经行之有年了 当然也从这个俄乌战场呢 俄乌战争来借取一些经验 那也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国军已经装配的像是托式啊 刺针飞弹啊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呢 也看到说这样的武器呢 在乌克兰有发挥强大的不对称战力 所以又重新的受到了重视 但是根据民国112年度的国防预算书上面 就这样写说 现役的托式系统老旧 无法满足作战的实际需求 所以陆军打算要筹够高效能的 反专甲的这个飞弹发射系统 我想请教永明老师 台湾在讲说 我们一直强调是建构一个不对称战力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5G 建构不对称战力上面 我们一直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盲点 还有特别需要加强的部分 这个盲点非常大 盲点本身就是什么叫做不对称作战 这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国军的战略的对策吗 还是说他真的具有去嚇阻解放军登台 占领的效果吗 还是说他其实是美国看的俄乌战争当中 然后呢看的两岸军力的平衡 要增加台湾的不对称作战 以增加台湾因应拖延的时间 让美国做政治上的决定 如何介入或会不会介入到两岸的战争 这是真的我们自己的战略吗 我个人对不特征作战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国军也并没有说定位 这是他一个定调 基本上是美国的战略 美国的想法 美国要卖这些武器给我们 但是台湾跟乌克兰 在地缘上的军事上完全不一样 讲句实在话 当佩洛西来台的时候呢 军演的围台军演 政府告诉我们呢 我们的LNG 一台天然气只有11天 当你11天没有的时候 你没有水 你没有电 你也没有水的时候 你还能够不对称作战吗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是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 在台湾两岸的对他的这种 就是说战术上的考虑 那但是这个是我们要的吗 真的是从决战境外 到已经变成了 是这种所谓的 这个巷战 然后呢 登陆之后的 对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到政治上的这种考量 两岸的问题要我们两岸自己解决 不要去做代理战争 政治上的因素要怎么样去避免战争 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在军事上的这些策略 我觉得其实要从自己的利益 要从自己的战略 但是呢要有跟政治的这些战略要相搭配的 而不是在美国要卖什么武器给我们 或者他不想卖给我们什么武器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叫做不对称作战 这您提到一个重点 就台湾本身来说的话 应该去思考的是适合台湾的战略跟战术 当然而且同时你要考虑到两岸关系 以及政治经济上的这个效益 以及策略 我毕竟觉得还是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现在这个政治完全没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美国众议员 他们就提出了2024财政年度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 涉台的部分呢多达34项 其中有一项大家就眼睛亮起来说 这个这一项到底会不会是真的 包括参 这个邀请台湾参与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 然后呢替台湾来设立一些战争的储备物资 等等的 那说到了环太平洋军演 2021年曾经通过的2022 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 也曾经建议说要邀请台湾来参与 环太平洋军演 那但是也看到说呢 拜登总统就任之后的第一次环太军演 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没有受邀 所以这次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中国大陆不敢 当然美国国防部他为了尊重国会 他当然口头上要有所表示 也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事实上 目前有所求于中国大陆 所以这时候先把筹码稍微喊高一点的话 也有助于他谈判桌上跟中国大陆的教授 美国现在在国防上面有求于中国有三项 第一项是国防部跟国防部之间的实质对话 没有恢复 这一点是美国一直希望推动的 而中国大陆他一直推止 他就觉得实际还不到 而且你还有很多事情说话不算话 第二个是theater 就是commander in theater 和commander in theater的直接的对话 这个theater不是剧院士战区 战区降临或战区指挥官跟指挥官的直接对话 这个过去是存在的 后来赔洛西来台之后 后来就断了 第三个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中国出面的话 事实上比如说关于核武的运用 或者是战略核武的运用 俄罗斯持续的会拿着这样的一个议题 作为他面对西方世界的筹码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 所以美国依赖中国在那边压着俄罗斯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说美国凭什么 特别是美国国防部 美国的行政单位凭什么 他敢拿这个东西来挑衅中国大陆 面对这样的一个军演 我觉得台湾在世界上孤立太久 当然这个孤立有台湾自己的问题 也有中国大陆造成的问题 好像说大家玩在一起 台湾缺席的话 台湾就显得很孤单 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就要赶快去 我们看看 比如说以纽西兰跟澳洲为例 当他们受到邀请的时候 他们内部也曾经有反对的声音 比如说美国的核武动力潜艇 是不是要靠他们的港 如果要靠的话 他们就绝对拒绝 也就是说在国内政治里面 意识形态或者理念上的坚持 有一些人对这个东西 不是yes或no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如何参与 会不会因为这样参与 影响了我们政治的一些原则 所以并不是全世界都拍手叫好的 台湾常常语论犯了一个毛病 好像只要美国有邀请 那台湾赶快就是现身而上 甚至自己把自己卖了 让美国人数钞票 我觉得这样子看待世界的眼光 是有问题的 对 同意 这个事情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环太平洋演习 我去过7次 说真的环太平洋演习 因为它当然是由美国所主办 当然美国要邀谁不邀谁 感觉好像他有这个主场优势 但其实他还是必须要考虑到 他其他受邀的参与国的 这样一个态度跟立场 如果说今天邀了台湾 然后如果真的邀了台湾的话 那你想想看 其他的这些参与国将如何 跟我们那个台湾合作 当然你说我们能不能参加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有一些可以 透过技术上的方式 那美国看你要不要这样做 譬如说我们在美国 有一个这个F-16训练中队 那如果说今天你真的要参加 那就有美国空军 把他美国空军这个名义下的 这个训练中队 调去参加环太平洋演习 台湾也等于实质参与了 这个方式有很多 对 方式有很多 然后而且你不要 不见得一定要做那么的 让这个 那么感觉 就那个 政治上那么强 其实既可以对国会议员 有所交代 那其实台湾也有可能 实质参与了 我刚才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这个在中美还没有恢复 军事对话 特别是军事对话之前 这真的似乎是美方 可以跟中方叫板的 一个很好的筹码 但也有一句话 我们常常听到的是 有些局 不见得非参与不可